好 歡迎您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前日電視機前的觀眾 請您打開電腦手機 都可以看到我 請你在YouTube搜尋新聞大白話 一定要訂閱 分享 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首先介紹現場的夢幻組合 翟神 朱雪恆 各位的 以及夏安彬彬哥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最近台灣社會 真的很不平靜 先是飛官虛世 接下來火車出軌 現在連民生甚至的 這個基礎的需求 都出現了缺口嗎 包括了水 包括了電都缺 民眾被限水還可以供體時間 可是狂燒煤 讓空氣不乾淨 還有這個進口萊豬 這些民怨 這個是攸關健康的事情 實在讓大家很不安 面對這些疑慮 蔡政府 蔡總統有什麼回應呢 總統心裡又是怎麼想的呢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也提到了 總統到底怎麼想 可能我們只能從他的臉書 從他的IG 還有包括他的推特上面看 我們來看看前兩天 蔡總統突然 PO出這樣一張貼圖 讓大家覺得有一點三條線 為什麼 因為這個他的前幾個小時 也就是早上的時候 那天是禮拜六 早上 4月10號早上9點20分 蔡總統飛到台東 去頒發包揚令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飛官 F-51的飛官 羅尚化 他為國捐軀了 他還充滿感情的說 羅尚化 您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所以看起來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程 可是晚上突然在他的領書上 PO出這樣子的一個觸及率下降 聽說觸及率下降 現在台灣的問題 已經變成小編治國了 就我們不知道 到底是蔡英文總統在講話 還是他背後的小編在講話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些小編到底有沒有智商 我個人很懷疑 如果你覺得我侵犯或冒犯到 你可以來告我 為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他的圖 蔡英文總統被改在一個 職棒選手的 或是一個棒球選手的頭上 他說聽說觸及下降 我們這樣講好了 前子你也打過棒球吧 沒有 沒關係 但就算你沒有打過棒球 如此之無知 看過 你也要看過棒球的吧 這什麼球 這網球 對 真的耶 你會不會覺得我國的 總統府的小編如此之白痴 竟然拿棒球棒去打網球 然後告訴你觸及率下降 你眼睛好尖喔 我都沒發現 但是主要是人對這個社會不滿的時候 很多東西很容易發現 我覺得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如果用正常的想法 全世界哪有一個笨蛋政治人物 會覺得第一個 泰魯格號死了49人 他們是人禍而亡 不到10天 馬上你覺得重點是我的臉書觸及率下降 來 臉書觸及率下降 歡迎加入我的LINE 歡迎加入我的IG 歡迎加入我的YT 那智國呢 這好像在裝可愛 這感覺不像是他的口吻 所以 那智國在哪裡 你告訴我 不是毛智國 是你到底在哪裡智國 我管你臉書觸及率低 看不到資訊 干我什麼事 會不會是小編大豬大魚 自己貼的這篇貼文 好嘛 那這個就有假傳聖旨之嫌 那我們怎麼知道 以前每一篇暖心的文章 每一篇可愛的文章 是不是有經過蔡總統同意 我剛剛講的 全世界沒有這麼白痴的政客 早上還出席褒揚令 說你任務結束了 晚上就縱容小編 到處發文說 來來來 處級率降低 我跟你講 當天的確處級率降低 我有朋友 包含了小編群 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但問題是 這是小編的事情 干總統什麼事 什麼人會覺得 今天總統臉書 粉絲團的處理率降低 我值得特別發一篇文 告訴大家 那我還是要講 治國在哪裡 你的太魯閣號的檢討 出來了嗎 你的F51的檢討報告 出來了嗎 之前F16 是不是還有飛官 到現在整個飛機 還沒有撈上來 你到底把什麼東西 擺在第一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恥的事情 可恥的地方在於 對不起我當初投票 前者我問一下 你當初投票 請問在選票上面 有沒有寫 蔡英文小編是誰 沒有啊 那我有沒有投票選小編 沒有啊 那請問為什麼 現在我國的政府 溝通的主要管道 竟然是小編 那以後不要選總統 以後選小編就好了 而且還可以看小編 哪一個小編比較正 不過真的我們要認真的講 在這篇貼文底下 其實湧入了數以百計 的這個留言 其實都是不同意的 我們選出了三則 包括他講 這個某一個網友說 此時此刻觸及率 有那麼重要嗎 停水停電 缺電 空中摔機 還有飛官找不到呢 疫苗等等問題 都還沒有解決 有必要這樣在乎 當網紅嗎 建議考慮三文 可是網紅不刪 我這樣講很簡單 因為現在我們的小編 已經做大到什麼程度 他發的文 可能總統不知道 部長不知道 沒有經過同意 那我們還是這樣講 以後不需要總統府發言人 反正現在總統府發言人 要嘛被職務懲戒 委員會判懲戒 要嘛酒駕前科犯 那不要這些人好不好 請問現在這些總統府發言人 都不要 以後就像小編出來講話 總統府發言人拿我那麼多錢 結果你連這個文章 不妥不宜不當 都不知道 那請問你每天領我的薪水 上班到底幹嘛 如果你今天整個國家 都是靠小編治國的話 那以後小編出來選發言人 我好歹他拿的錢應該比較少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選到 我們該選的人 結果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總統在外面說一套 臉書上說一套 小編從頭到尾只在乎自己的KPI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愚蠢的地方是在於 這一篇文章 完全只跟總統小編的KPI有關 跟一般民眾零關係 跟你一邊在台中市缺水 那我現在看到了總統府的 粉絲團的發言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我今天路上出車禍了 空氣不好停水了 跟這一篇發言有關係嗎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如果我們的總統府小編發重文 等一下我覺得總統應該跟他們講 你的任務結束了 麻煩趕快給我滾蛋 其實這個總統府的小編 會不會是太囂張了 因為的確這篇貼文 其實只是在挽救小編的KPI 那總統難道都說不動他嗎 或者是總統的所有臉書發文 總統其實都不知道 都被瞞在鼓裡 因為畢竟這是網路話語權 是年輕世代的事情 也許小英總統完完全全不理 是這樣嗎 你怎麼覺得 蔡英文覺得這個東西是壞事 搞不好他覺得是好事 因為事實上這一篇出來之後 至少就觸及率來講 他是不是增加了 是啊 我們還討論他 對 一大堆媒體轉載討論 網路上話語權聲量突然之間變很大 那對小編的KPI來講他成功 那對蔡英文來講 其實他看的地方可能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一大堆人在罵他罵翻了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每一篇罵下來 兩百多個人贊同 兩百多個人贊同 這又什麼了不得 你全部加起來 一萬個人好不好 支持蔡英文的是817萬耶 那個對她來講誰在乎 對不對 而且蔡英文最厲害的一招是什麼 你知道他可以把它洗掉 我不好的東西 我幹嘛把它拿掉 拿掉沒什麼意思 反正拿掉現在 你說這些留言嗎 也不是留言 我的意思是說他整篇文章 就在那邊 我也不需要拿掉為什麼 我用東西把它洗掉就好 因為現在這個是在你 如果刻意把它拿掉 反而會製造更多話題 人家看到網路存檔什麼 會酸得更難聽 我直接用這種東西就好了 我今天又來一個 我們單月出口超過一兆 創死障新高 這樣多好 馬上就蓋掉 然後下面一片歌功頌德之聲 這一切的話也無有 只有我們這些傻瓜在關心 誰在關心啊 所以這就是蔡英文最厲害的地方 可是問題是 現在我想請教一下前哲 你知道什麼東西 比水深火熱更慘 什麼東西比水深火熱更慘 對 我們通常講水深火熱 已經很慘了 那什麼比水深火熱更慘 不知道 沒有水的時候火很熱 不是更慘嗎 沒有水火很熱 不要突然問我這些 腦心急轉換的問題 都沒有說過 沒有 我們現在不就處在一個 比水深火熱還慘 我們是沒有水火還很熱 而且現在連坐火車不但會撞車 會出軌 現在還會燒車 那個車子直接這樣燒起來 嚇了一個人半死 五千個旅客 因此受到影響 但是蔡英文馬上 她根本也沒在管這些 她怕什麼 她根本一點都不在乎 因為有這麼多人支持她 高雄現在馬上又跳出來 一個新聞說 因為跳電的關係 提前缺水 直接要停七個小時的水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整個國家都變成這樣的時候 你以為蔡英文很在乎嗎 我最害怕的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 當這一種東西出來之後 很快的網路上 這些1450代代風向 大家一起又沒了 大家也忘記這件事情了 接下來大家都只記得 高公頌德這一面 一大堆人又好棒棒了 所以當台灣人 絕大多數人是金雲 我們三分鐘熱度 很多事情就直接忘光的時候 老實講你再怎麼去罵他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多數人還是支持他 這就非常吊詭 不過我們現在台灣所處的這個 處境 或者是我們面對的環境 的確就像是剛剛賓哥講的 沒有水可是火很熱 天氣越來越熱 那現在我們的用電量 越來越多 是不是要拼命燒煤 拼命燒煤的結果就是 我們得到的空氣會很糟 很多人因此得到了病變 要睡魔機 paz kleinen 沒有聲明